心愿要度自己 自己得度了才有能力度住 自己度自己从哪里开始呢 从断烦恼开始 这是以极地就发了烦恼无尽十愿端 就发这个愿 断烦恼非常重要 如果烦恼不断 纵然光学发门也没有 烦恼好比什么古人有比喻 好比毒药 这个东西有毒 烦恼里面最重的叫三毒烦恼 贪嗔痴 诸位想想 我们这个心里头贪嗔痴还没有断 这心很毒啊 怎么能接受佛法呢 清凉大师在华言苏超里头讲得好啊 他老人家说 有结无形 正常邪见 行是什么呢 是断烦恼 结是广学发门 广学发门 而不断烦恼 他的结果就是正常邪进 你所学的无量发门呢 就变成无量的邪进 这些邪进呢 一定帮助你造业 正常你贪嗔痴慢 这个我们 就在现在社会里面 也常常看到啊 这个不懂尖教的 这个念佛人很老实啊 很可爱啊 学了一些金教啊 就供高过慢 瞧不起 佛法就断烦恼的 结果是什么 增长烦恼 增长 供高过慢 因为金教通达呢 这奖经说法了 又得了了名文利亚 就镇长贪嗔痴 这不是麻烦了吗 清凉大肆说 邪知邪见 没错啊 所以学佛一定要知道次第 不能列等啊 按部就办 四红沙十约 这是一个程序 最初将你发心 要发广大的心 这个度众生的心 就是大菩提心啊 大慈悲心啊 这个心发了 它就是一个动力 推动你 斤斤不屑 我为了要救助一切众生 我不能不努力修行 成就自己的道业 成就自己的智慧 道业是断烦恼 智慧是光学多问 这才有道德 有学问 才能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断烦恼在心 学法门在好 自古以来 佛法的沉传 也许同学们都听过 五年学纪 沙米律仪里面都有 五年学纪 五年学纪到底学个什么呢 五年呢 用五年的时间 专门来学着断烦恼 五年之后 烦恼轻了 智慧涨了 这才能够学法门 从前是这么个学法